平行的一個快攻 這球被攔回來 第二波的進攻 看這球怎麼配 後傳跑一個背飛 踢到一個大鐵板 MOSA 這球太明顯了 所以幾球員不能一開始就暴露你這個幾球的方向 但我們剛才提到的兩個球隊都有一個習性 就是有的時候會比較 這個講的實在一點得意忘形 古巴這時候要注意 對 還有這球好危險 再給了古巴隊機會 這球不要亂不要亂 說了說了果然亂 亂 開始亂 兩次 這兩隊都有這樣相當的毛病 是 就變成會在玩球 算了 想說 應該自己比了 應該要這樣偷動 偷動 已經看到明天那塊金牌了 繞過來打後排這球也沒死 直接再跳傳 Baire第一時間打直線 放數不夠 好球 這個球打得相當的 一定的角度相當好 這幾分可以說 巴西掌握到不錯的一個機會 分數趕上來了 8比12 這句發短球 好 再丟一分 9比12 這個球 這個球很明顯的我們看到巴西隊啊 知道他要打界外球 所以籃碗的人把手收回來 打出手出線球 對 Torres有一點那種故意要把球給打長一點 是 叫得不錯 9比12 現在分數只差3 來 Mosa再來一個 比12 打開球 他這好球 這借那球 這球 有點放高打點 但是沒有很強的球 這場比賽啊 這個第一局的後半段似乎啊 這個狀況上又給拉了回來 不太像一開始好像巴西沒什麼拼 這幾個球 補了回來 只差3分而已 巴西這球 被救到 來不及 很好球 我們看到這兩隊啊 是一流的強隊 你看他打球 防守啊 精神都相當好 巴西轉直線了 對方只有一個人籃網 這個球啊 沒有太大的一個作用啊 可以把球籃到 好 現在把 蘇拉給換上來啊 讓這個巴西啊 先下去稍微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是 他到今天為止 沒有發揮得很好 嗯 來 這球沒救透 這個球打得相當 角度相當很好 相當的斜 雖然說力量用的不是很大 不過這個角度很凋凸 對 他讓那個 前排那個選手還沒有退下去 就已經打下去了 八個長球 還有 古巴隊機會來了 跳船之後 二號位置 艾奎諾再打一個 踏腳 這個艾奎諾之後 實在是可怕 你看他嚴重幾乎 踏一步就起跳了 嗯 敏捷性真快 嗯 相當年輕啊 艾奎諾這一次啊 真的是 幫助啊 古巴隊在 每一場球當中 都可以啊 贏得更加的順利啊 十三比九 打出來啊 這就是年輕球員 那個問題 啊 太直 對 裁判人這個並沒有touch到 打得太久 而且想要打那種 老大姐 Lewis的一個打法 對 應該要根據球的狀況去處理球 嗯哼 這臨場的應變不夠 是 九比十三 再給他 再給他 哎 這就沒有問題了 對這個 一個烤的攻擊就是這樣 嗯 雖然被攔回來 或者打出手出去 但是還是有信心 再處理第二個球 嗯哼 搶位球家艾奎諾的跳法 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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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